一个普通的周末午后 女交警小云像往常一样 守在自己负责的十字路口执行 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小云的背部 好在小云在失去意识之前 及时呼叫了救援 又经过医生的权力抢救 这才保住了性命 警方对此案极为重视 但却束手无策 首先 现场没有找到目击圣人 其次 十字路口的摄像头并没有拍到凶手 更要命的是 通过子弹的型号 也追踪不到枪制的来源 警方在无奈之下 只能先从凶手的作案动机着手调查 他们初步认为 这可能是一起仇杀或是情杀的案件 但问题在于 受害人小云品行端正 性格和善 从未与人解怨 感情生活更是一张白纸 而其在执行时处理的事物 都是一些违反交通法规之类的普通案件 根本不可能与人结下深仇大恨 从而招来杀身之祸 由于毫无头绪 警方一连忙活了好几个月 案件始终没有进展 就在这时 又一起命案发生了 死者是一位名叫宅哥的年轻男子 宅哥是在徒步攀爬 移动30多层高楼时 意外失足坠亡 警方在调查后发现 宅哥仍如其名 是一位资深宅男 平时工作之余 他喜欢宅在家里玩游戏 此前也没有攀岩一类的经验 更让人迷惑的是 宅哥在攀爬高楼时 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像是要自寻死路 但如果只是一起自杀事件 宅哥只要从高楼顶部跳下即可 又何必搞得这么有仪式感 非要攀爬一座30多层的高楼 最后失足摔死呢 警方倒也想到了一种可能 那就是宅哥想要通过自己的危险行为 在网上博取眼球和流量 结果一不小心就叫人吃喜了 宅哥的死也确实登上了热搜 紧接着 就有一名留着黄毛的青年 给警方打来举报电话 声称自己曾在酒吧和宅哥发生过争执 宅哥当时带着女友 为了在女友面前呈微风 当众镇住黄毛 他声称自己开枪打伤过一名女交警 只是黄毛不知道 宅哥到底是在吹牛 还是确有息事 负责调查枪击案和坠楼案的两名警官 佑金和冠城 对黄毛的举报将信将疑 因为根据警方此前的调查 宅哥并无犯罪前科 跟受伤的女交警小云之间 也没有任何交集 完全想不通他为何要枪击小云 不过为了谨慎起见 佑金和冠城还是决定前往宅哥的住所 搜查一下 结果刚好在这里 撞上了宅哥的母亲宅妈 以及宅哥的女友静子 宅妈见到两名警察后 主动将一只盒子交了出来 这只盒子是静子刚刚归还给宅妈 根据静子的证词 盒子是宅哥生前托起保管 宅哥当时只说里面装着贵重物品 至于具体是什么东西 静子此前并不知晓 因为宅哥明确嘱咐 不要打开盒子查看 宅哥死后 静子就将盒子归还给了宅妈 两人出于好奇 还一起打开盒子查看 发现里面装着一只手枪 警方通过弹道比对 确认这把枪 就是射上女交警小云的凶器 随后 佑金和冠城 分别对静子和宅妈进行了单独盘问 静子表现得不太配合 只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宅妈倒是有问必答 但也说不出枪支的来源 因为宅哥平时在外面租房居住 母子俩的关系比较疏远 宅妈对儿子的境况几乎一无所知 她只知道对方喜欢逃避现实 据说 最近正沉迷一款VR游戏 游戏的名字好像叫《君主的国度》 破解过无数奇案的诱惊警官 马上意识到 这款游戏可能就是破案的关键线索 于是很快搞清楚了游戏的相关信息 《君主的国度》是一款虚拟现实游戏 背景设定在一个虚拟的国度 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在里面扮演不同的角色 体验不同的职业和人生 并能结交到很多新朋友 为了切身体验一下这款游戏 又今特意找来宅哥的VR设备 尝试登陆对方的游戏账号 结果发现 宅哥的账号已经被游戏官方强制封号 宅妈对此的解释是 昨天下午的时候 她想从宅哥的电脑里 找一张照片作为遗照 谁知 刚一开机 《君主的国度》也自动启动 宅妈出于好奇 想要登陆游戏看看 不料猜了两次密码都没猜对 只得就此放弃 宅哥的邮箱里 还收到了一封游戏官方发来的邮件 邮件内容提醒 有人非法登陆宅哥账号 所以官方将此账号强行封号 可问题是 游戏界面上明确提醒 只有输错三次密码才会被封号 宅妈只输入了两次密码 账号怎么可能就被封了呢 对此 宅妈也是一头雾水 她含糊其词地表示 可能是自己记错了 或是操作失误所致 为了能进入游戏寻找线索 宥金拉着搭档贯成一起 在君主的国度里注册了新账号 说来也强 宥金居然在游戏中碰到了一位老熟人 对方是一位女记者 也是游戏的资深玩家 据女记者介绍 君主的国度是最近两年爆火的虚拟游戏 游戏制作人是一位名叫希泽的IT界大佬 希泽是日本最富有的商业人物之一 君主的国度其实说白了 就是希泽给自己建造的虚拟王国 在游戏中 希泽就是说一不二的君主 所有玩家都必须服从他制定的制度和规则 这款游戏最吸引玩家的地方 是希泽会定期在游戏中 低价收买一些真实存在的商品 包括豪宅豪车 珠宝首饰 甚至是现金等等 希泽作为游戏中的君主 每次以抽签的方式 从游戏的资深玩家中 挑选一名幸运玩家 这名幸运玩家可以用1%的价格 购买希泽提供的奢侈商品 比如现实中移动价值1亿日元的豪宅 幸运玩家只需要花费100万日元就能够得 截至目前为止 已经有好几位幸运玩家 获得了希泽送出的福利 其中 一位名叫傅太太的中年女性 最近刚用等值于100万日元的游戏币 从希泽手中换回了1亿日元的现金 在得到这笔横财之后 傅太太兴奋不已 专门跑到公园裸奔 当时还上了热搜新闻 佑金和贯程随后找到了傅太太了解情况 没想到 傅太太透露了一个隐情 原来她在得到巨额财富后 并没有兴奋到裸奔 之所以跑去裸奔 其实是游戏里的君主希泽提出的附加条件 幸运玩家想要低价获得希泽的福利 都需要接受一个额外的挑战 这个挑战一般都不在游戏里 而是在现实之中 如果是挑战失败 也就得不到希泽的福利 只有挑战成功 才有资格一夜报复 傅太太在成为幸运玩家之后 希泽给她提供的附加条件 就是到公园裸奔一圈 傅太太为了拿到一亿日元巨款 这才丢下老脸 放飞自我了一回 傅太太的话 让佑金和贯成猛然醒悟 枪击女交警 徒手攀爬高楼 会不会也是希泽向翟哥提出的挑战呢 如果真是这样 希泽在翟哥死后 又封掉了对方的游戏账号 目的显然是清除账号里的记录 销毁犯罪证据 考虑到希泽是一位超级富豪 警方在没有掌握证据的情况下 自然不能贸然抓人 为了找到确切证据 佑金将掌握的所有线索 重新梳理了一遍 发现其中有一个细节 总让人感到别扭 那就是翟哥此前 让女友镜子保管手枪一事 如果翟哥就是枪击 女交警小云的凶手 正常情况下 凶手在行凶之后 总会想着将凶器销毁 或是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 但翟哥为何要将手枪 交给女友保管 增加节外生智的风险呢 唯一合理的解释 就是镜子在撒谎 翟哥并没有让其保管枪支 既然如此 手枪便不属于翟哥 而是镜子本人的物品 也就是说 枪击女交警的凶手 不是翟哥 而是镜子 翟哥在酒吧跟黄毛 呈口舌之快 声称自己枪击了女交警的时候 镜子刚好也在现场 听到了男友的吹牛之言 翟哥死后 镜子为了给自己脱罪 就将枪击女交警的罪行 嫁祸给了死无对证的翟哥 此外 翟妈声称 自己登录儿子游戏账号时 只输错过两字密码 而能接触到翟哥电脑的人 现在除了翟妈之外 就只有镜子 那么 如果不是希泽主动封掉 翟哥的游戏账号 就只剩下一种可能 是镜子恶意输错密码 致使账号被封 为了验证这些推理 佑金让与自己相熟的那名女记者 专门写了一篇 关于枪击案的调查报道 谎称有目击者向警方爆料 称凶手是一名女性 镜子在看到这篇报道之后 内心果然慌得一批 这时 佑金也委托 已经康复的女交警小云 私下拜访了镜子 小云直接了当地向镜子谎称 她在看到枪击案的报道后 突然想起来 案发时 自己曾通过摩托车的后视镜 看清楚了凶手的样子 而这个凶手不是别人 就是镜子 心理素质本来就差的镜子 眼见西洋镜被拆穿 只得向警方投案自首 坦白了罪行 原来 镜子也是 君主的国度的资深玩家 并且也是希泽抽中的幸运者 希泽给镜子准备的福利 是镜子可以以60万日元的价格 购买一套位于东京市中心 实际价格高达6000万日元的高档公寓 等于是用3万块人民币 买一套300万的房子 但镜子想要得到高档公寓 有一个附加条件 就是必须杀死女交警小云 镜子尽管觉得 希泽的福利十分诱人 但也没有胆量为死杀人 希泽见镜子有退缩的想法 于是便增加筹码 答应事成之后 直接给镜子6亿日元现金 差不多相当于3000多万人民币 这可是很多人 几辈子也赚不到的财富 所以镜子在左思右想之后 决定铤而走险 为了减少杀人的难度 希泽还给了他一把来路不明的手枪 但让镜子万万没想到的是 小云在中枪之后 及时呼叫了救援 并因此侥幸活了下来 镜子的挑战算是失败 一毛钱也没得到 翟哥在得知女友杀人未遂之后 倒也没太惊慌 他只是觉得 女友既然已经打中目标 至少应该得到一半的福利 为此 翟哥自高奋勇地主动找到希泽 向其索要3亿日元 并威胁称 如果希泽不支付这笔款项 他就要向警方举报对方 叫唆杀人 谁知 希泽根本不在乎翟哥的威胁 为了挽弄对方 他还是特意给了翟哥一个机会 那就是 翟哥可以自己接受挑战 挽回女友的失误 赢下3亿日元 挑战的内容 是在无防护的条件下 徒手攀爬上 移动30多层的高楼 智商欠费 也没见过什么市面的翟哥 居然接受了希泽的挑战 最终丢掉了自己的小命 在结束对镜子的审讯后 佑金和贯成立即找到希泽 准备对其实施抓捕 出人意料的是 希泽当着两名警官的面 毫不掩饰地承认了自己所做的一切 至于为何要教唆镜子 杀死女交警小云一事 希泽只是语带轻挑地表示 自己每次经过那个路口时 都会见到一名女交警守在那里 他觉得此人十分碍眼 所以想着 干脆找人做掉对方算了 说完 希泽拿出厚厚的一打现金 询问两名警官够不够 在他看来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金钱解决不了的事 如果有 那就用更多的金钱去解决 佑金和贯成当警察这么多年 还从未见过如此冷血和傲慢的凶手 两人在拒绝了希泽的行贿后 准备当众将其缉拿归案 然而 他们的抓捕行动 很快被上级紧急叫停 上级长官不无遗憾地告诉两人 一切都是上面的意思 有些人连警方也动不了 本期的故事 来自推力神剧相棒中的经典案件 存在 这也是整个系列中 唯一一名逃脱法律制裁的凶手 作为亿万生斗小民中的一份子 天称只能希望 这样的案件在现实中越少越好 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悬疑推理犯罪令影视剧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鼓励 下期见